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食越味才出三水 说的就是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这里衣衫傍水食材丰富 让人们的日常三餐拥有充足的选择空间 更让三水人的美食清单充满了创意与想象 经典菠萝包如何在独门烹饪秘籍中 让甜蜜包裹浓香 成为食客们追逐的热门美味 太可爱了吧 这个菠萝包也 做烤猪竟然要用十几种食材 风味混搭出的烤猪 究竟有怎样的味觉体验 猪来了 上猪了 大家也太热情了吧 一道菜却要两个壮汉抬上桌 一艘集结海陆空食材的航空母舰 到底能搭载多少鲜美滋味 调客时间结束了 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成品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店打卡吃大餐 寻找佛山市三水区的味道盛宴 对于三水人来说 吃早茶是开启一天生活最家常的方式 但是有一家早茶店 人气却异常火爆 这里的招牌菜 不是广东常见的肠粉 虾饺 烧卖 大家都是冲着一款 咖喱牛肉菠萝包来的 这家店的高配版菠萝包 一天就能卖出两百多个 常年功不应求 馅比较新鲜 味道比较好 它面面甜甜的 然后里面又挺有嚼劲 那个皮也吹吹的 你算得吃光光的 菠萝包原本是一道经典港式甜点 经过高温烘焙的菠萝包 表面金黄 凹凸不平的脆皮 香酥掉渣 那里的面包更是绵软蓬松 但这家的菠萝包 不仅仅个头比常见的大一倍 还是包入了咖喱牛肉的咸甜口味 一口咬下牛奶与黄油的甜香 混合着咖喱牛肉的辛香 一起向味蕾发起冲击 上面的酥皮特别脆 我一碰它直接就哗啦啦散落下来了 咸淡刚好非常适合 制作咖喱牛肉菠萝包的主厨 叫林山峰 最喜欢在美食上动脑筋 升级打怪 最近他正忙着给菠萝包再次升级 要搞个双拼板的辛口味 克菠萝包呢 就是和这鸽子有关系 鸽子让我做进菠萝包 对对对 这又是我没有见过的了 我居然在鸽子龙的最底层 是为了下鸽子 出来了出来了 跳脸鸽子都出来了 别闹了 来这个 这个鸽子呢偏大 偏大了 对我们要抓的是那个六两乳鸽 哦这种就是的 这种对这种就是乳鸽 所以就像这种 翅膀底下还是粉色的这种 就是我们要选用的小乳鸽是吗 也叫这边也叫妙龄鸽 妙龄鸽 对就像你一样 妙龄 妙龄少女 我还算少女 这名字但是还挺动听的 林大哥说 生长期在二十天以内的乳鸽 不但肉质细嫩 而且没有多余的油脂 无论口感还是味道 都处在巅峰期 是他制作升级版菠萝包的 优选食材 而接下来 他还要寻找一种 能让菠萝包变色的 利器 小乌你看看 你猜这是什么 这个吗 这有点像仙人掌哦 这是火龙果 火龙果 对 哦 这我第一次见火龙果 这个苗儿哎 直接这样剪吗 我看看 这应该是我吃过的 最新鲜及时的火龙果 直接摘一下来点 这火龙果 特别甜 水分也多 是吗 你看这都已经红得发紫了呀 嗯 相当甜这个 此时五花八门的食材准备完毕 不知道林大哥的双拼菠萝包 口味如何呢 下面呢 教你和这个菠萝包的面 哦 将掺过酵母的高筋面粉和奶粉 按四比一的比例混合 加入黄油和猪油 起到增香的效果 打入一颗全蛋 让烤出来的菠萝包更加蓬松 最后撒入白糖调味 林大哥终于要揭晓它的变色利器了 这个火龙果呢 先打这儿 哦 加到那个食材里面 哦 变成粉色的 所以这个特制的就是在这个粉色上 对 把火龙果切成一厘米见方的果粒 放入过滤袋中 用力挤压 这样子做呢 可以把那个火龙果的渣和那个水 直接分泌出来 我以为你看我现在这个现场 全部都是这个红料 可以全部倒进去 全部倒进去 林大哥说 红心火龙果中含有大量花青素和甜菜红素 是天然的染色剂 用火龙果汁和面 不但能调色 还能给菠萝包增添清爽的果香味 咱们的汁已经染好了 这跟我的少女心一样 形面的过程需要一小时左右 接下来林大哥就要揭晓 双拼菠萝包暗藏的核心玄机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两只小乳鸽 对 洋葱 辣椒和姜片 再加些老抽 上色的吧 对 上色 将乳鸽腌制入味后 还要放入用排骨和老母鸡熬出的高汤中 包半个小时 趁着这个间隙 林大哥就要料理他的拿手好戏了 咱们这个牛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们这次用的是 专门挑的是厚牛腿的肉 吃起来感觉可以 就是说嚼起来没有那么 有嚼劲 嚼劲 稍微绵软一点 对 牛肉切丁 用少量水腌制 能保持肉质的润度 是林大哥料理牛肉的厨房小妙招 在油锅中爆香的洋葱丁和胡萝卜丁 是牛肉的绝佳搭档 下入牛肉翻炒两分钟 这是我自己逼入的酱料 这里面加了些什么 反正有豆瓣酱 还有东莞的黄豆酱 还有那个洋姜的黑豆豉 打成脆以后呢 再加上海鲜酱啊 再加上其他的配料 腻酱是吗 腻酱专门做这个 牛肉酱的 好 最后就放这个 我们的这个 韭菜台中含有大量 带有刺激性的硫化物 可以丰富牛肉的口感 最后加入提前调制好的咖喱酱 让牛肉的香味彻底释放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种馅料了 鸽子已经炖好收汁了 可以 现在可以吃那个鸽子肉了 我发现这个鸽子肉 不是完全炖烂的那种状态 它这个六两个的肉呢 不用完全炖烂 它已经很润了 撕碎的鸽肉和炒好的牛肉馅 已经准备妥当 此刻正是让两种不同风味的肉香 汇聚的时刻 大家看这发完之后 这颜色这么漂亮 这个是带着果香和奶香的 真的有火龙果的味道 有入到这面团里面 先下牛肉的 所以其实咱们今天是做了一个双拼 鸽子 芝士也需要一点 就跟包包子那样 要卷褶子什么 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圆包的送状 此时制作菠萝包还差最后一步 用面粉黄油制成的酥皮 铺在面包坯的顶部 刷上一层蛋液 再划上菱形的网格 把菠萝包放入烤箱中 用200摄氏度的温度烤至20分钟 足足有2000克重的双拼菠萝包 终于出炉了 好期待哦 我感觉我口水要掉下来 它鸽子肉非常香滑 非常这个拉丝的芝士 整个口感特别丰富 又漂亮又好吃 林大哥用巧思与设计 让一款普通的甜品 裹鞠鲁与咖喱牛肉的复合风味 变换出全新的醇厚口感 使咸甜兼备的菠萝包 成为三水人的心头所好 说起吃猪肉 居住在三水区的人们 可是专业的 用整猪制作的蒸猪 散发着豪横的气质 咸甜兼备的五花肉叉烧 是三水人贵礼上的宠儿 不过要说起 最具家乡气质的猪肉吃法 那一定少不了烤猪 提到烤猪啊 小胡可以说是 吃过各种不同风味的 东西南北各不相同 但是啊 听说今天的这只烤猪 它却带有一国风情 咱们去看看吧 每逢烤猪上桌 总会成为全场焦点 让在座的时刻 瞬间卸掉金石 大快朵移 在泰国工作了数年的 河卫东 回到三水区 经营着一家农庄菜馆 泰式风味的冬英公汤 和咖喱牛肉 都是它的拿手好菜 而店里的泰式烤猪 更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头牌大菜 小胡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不是柠檬呀 对了 好香 好香吗 对我以为它这种轻轻的 还是发着色味 但是已经能闻到那种 在树上摘下来的 那个新鲜的果呢 最香的柠檬了 隔着果皮都能透香的青柠檬 是调制泰式风味的关键食材 在哪里还有 哇 这个已经很通用 那小胡 你知不知道除了柠檬 这个树还有什么可以用的呢 花吗 你看这 花吗 可以用吗 这个叶子也是经常用来做菜用的呢 柠檬叶呀 咬一口柠檬叶 一股清爽劲直冲脑仁 此时柠檬和柠檬叶已经入手 东哥还要拜访一群深山里的客人 我都站在这儿了 他都不进去 他就在外面看着我 他好像是欢迎你进去他的房子 对 好像在迎接我进他屋子 我们进来了 进来了 你们好 不行不行 慢点慢点慢点 这种黑毛猪 是三水当地特有的土猪品种 肉质细嫩 但是生长缓慢 还得去下一间瞅瞅 我的天哪 这还是刚才的小可爱吗 这是他们那个爸爸和妈妈 这个三百多斤的了 三百多斤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看来这个俗语在猪身上一样通用 可是大猪的脂肪层太厚 做烤猪难免过于油腻 还得继续挑猪 平时他们就是吃这些草 这什么草 橡草 橡草 也是最好的饲料来的 你看 橡草含有大量粗蛋白和植物纤维 是优良的动物饲料 食用橡草的土猪 不但肉体健硕 而且几乎没有利味 是东哥制作烤猪的精选之材 这只大概多少斤大哥 这只八十多斤 八十多斤 但是真的不行 这只小猪就有八十多斤 有啊 动不动 一二三 啊 提不进来 传统的越式烤乳猪 讲究的是皮脆肉嫩 一般选择五千克左右的小猪 用红醋和蜜糖制作脆皮水 入炉烤制五十分钟 成品色泽红亮 油润鲜香 可东哥挑选的这只猪 有四十千克 足足比普通乳猪大了八倍 在极度盛行烤乳猪的地方 东哥又是如何挑战食客的味蜜 让他家的泰式烤猪 占有一席之地的呢 现在要把它翻过来 把它去骨 好 来 给整猪踢骨要像外科手术般精准 沿着骨肉连接处下刀 切出的皮肉既要薄厚适度 便于后续操作 还要防止刺破表皮 破坏造型 接下来东哥就要展示 他的调味功夫了 我们现在呢 是做第一步的腌制 这个是猪盐 第一步 但是这个盐好像跟我平常 建的盐不太一样了 当然了 这个是密制过的 因为这个盐呢 它里面呢 除了盐巴之外呢 它还有那个砂糖 干焦粉啊 沙酱粉啊 有一点点的 东南亚风味的咖喱鸭 都在里面了 你闻得是不是很香 很香 跟你在家里的盐不一样 对 将大把的密制腌料 撒在猪肉表面 反复揉搓后 让复合的滋味 渗入猪肉的肌力 这是东哥调味的软内功 接下来 他就要展示 他的硬外功了 蒜头去皮 沙浆切片 再加入泰式料理的精髓 青柠檬和柠檬叶 来制作调味料 这也是酸口吗 这个没那么酸 谁说没那么酸 加入口味刺激的 小金菊和小米辣 最后再用香茅草 薄荷叶和罗勒叶 丰富香味层次 冲倒成泥 带有清新味道的 酸辣烧烤酱 打工告成 不过东哥表示 接下来才是他 调制风味的精髓所在 你去泰国呢 吃的最多是什么 冬鹰宫汤啊 冬鹰宫汤啊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冬鹰宫酱 冬鹰宫酱可是 泰式风味的主打 这种带有一丝 清凉酸辣口感的酱料 制作了美食 足获了很多食客的味蕾 它里面很多 像茅茅啊 洋葱啊 蒜啊 南姜啊 咖喱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 那个原料在里面的 融合起来的酱 对 然后这一碗呢 这个是 你闻一下这个 这长得像豆瓣酱 这个是我们中式的香辣酱 这个特别香 三种口味鲜明的酱料 混合出浓香滋味 无需腌制 只要刷在猪肉表面 就能直接上架烤制 太烤了 来来来 三水人的碗宴离不开晾汤 将梯下的猪骨斩断焯水 再搭配滋补食材 均匀铺在砂锅里 不过东哥煲汤的地方 可是有点奇特 来 小吴 我们过来这里 在这里吗 对啊 就没有灶呀 这个是砂池 是不是 你用手 看一看 是不是有 小心 有温度的 是烫的 烫的 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汤 放到这个砂池里面 我把它先剥开 挖一个小砂坑 对 然后我们把汤放到中间 这样放下去 对 小心点 很烫的 热乎乎的 这个砂池里头 然后我们把它 埋起来 对 在热砂时中煲汤 可以增加砂煲的 受热面积 而且温度相对恒定 让一锅晾汤 均匀受热 从而释放更多鲜味 煲汤的过程 需要三个小时 此刻 炭火舔势下的烤猪 油脂层渐渐收紧 猪皮呈现金黄与焦脆 同时 火焰的热力 又让各种香料 逼出本体 让酸辣的辛香 与烤肉的焦香 融为一体 迷散在空气中 直勾人们的蝉虫 出来了 火焦猪 哇 大家也太热情了吧 表皮金黄酥脆 是烤猪的成功标志 将烤猪切分成块 再裹上解腻的生菜 狠狠咬上一口 油润的汁水 瞬间炸裂 你自己吃到 东南亚峰会的 那个酥酥辣辣 鲜鲜甜甜的 又吃到了 我们烤猪的那个香 吃起来 很清爽 加上咱们的菜包包起来 就紧上天花 叶越深 胃越浓 酸辣椒脆的烤猪 肉汁风营 鲜香四溢 食客们大快朵頤 慰藉着期盼已久的味蕾 在一副副沉醉于美食的表情里 想必东哥也早已抚慰了 一天的疲惫 蒸饭 好厉害 听说在山水有一道美食是特别的好横 材料多得要用大船来装 今天小胡带你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看看这大船到底怎么吃 老鸭烧黑 鱼肉捣碎 冬瓜荡船 海陆空食材随意搭配 一通神仙操作下来 这家店为何还能好评如潮 每天至少售出一百条冬瓜船呢 你好你好 老板 这就是老板 你好你好 您先坐吧 我想采访采访您 我现在这么一大桌都在吃这一条船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 拿冬瓜做成这么大一条船 是您的创意吗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 国三是第一家我们 店老板李宝超说 山水人耗食鲜味 他之所以创新出冬瓜船这道菜 就是想让当地的各色食材 来一次鲜味的汇聚 让食客一船吃尽三水仙 不过想要品尝冬瓜船的滋味 先要学会挑冬瓜 哇 真的这所有的冬瓜 全部堆成了小山状的 我感觉那家冬瓜好像比较大 对对对 这些就比较合适 这个就是又胖又直 然后个才挺高 这是我们山水特产 黑皮冬瓜 口感的话区别会很大 这个冬瓜皮实肉厚 狼少 山水区的黑皮冬瓜 体肠肉厚 可以长到20千克以上 口感微甜 是山水特色食材 加烧冬瓜鲜甜兼备 冬瓜搭配莲子 在鸡汤里同征 是山水仁清热去火的不二之选 用冬瓜煲晾汤 不用放一点糖 最能体现黑皮冬瓜的清甜 不过 黎哥的冬瓜船 人气爆棚的秘密 可不止于此 想要揭晓谜底 还需跟他去趟码头 这是什么小河虾 这是北疆的小河虾 北疆河虾 这个是北疆毛蟹 好热闹 整个岸边上不停地有渔船靠岸 然后就是一些大爷大妈们就运着这些 刚打捞起来的新鲜的条鲜 还要再买些别的东西吗 对 我们再买一些小鱼 这是我们冬瓜床里面 汤为什么那么鲜的一个用料 就是用到炸鱼汤 因为我的汤鱼汤里面每种鱼都有 所以它呈现出有肥美的可以增香 有像鳞鱼这样的可以增鲜 所以炸鱼比单独一种鱼熬出来的汤更丰富 那行咱们这么多就都收了是吧 收了收了 我们都要了 我们都全要了 黎大哥说 冬瓜船美味的秘诀就在一个仙字上 每天江边的鱼饰上收到什么 它就做什么 让每一份冬瓜船都有不逼无二的味道 今天收获满满 可黎大哥并没有马上料理活鱼 而是找来一堆稻草 这是要做什么呢 黎哥 咱们这是要用稻草来烧这个鸭子吗 对啊 就一定要用稻草 为什么咱们不直接在那种炉火上面烧呢 这个稻草也是我们广东三件宝之一 广东三件宝啊 这个都已经算上了 那另外两件宝是什么 待会告诉你 今天我们冬瓜船里面都用到 稻草火力不猛 可以慢慢烧掉鸭身上难以去除的细小绒毛 同时使鸭皮收缩 让鸭肉变得更紧实 那个翅膀里面那个绒毛已经烧干净了 而且已经有一种金黄的感觉就可以了 嗯 稻草枪也上上去吧 对对对 来 目的达到了 好 终于五花八门的鲜味食材准备就绪 黎大哥要揭晓冬瓜船的烹饪秘籍了 那咱们是先处理哪样的鲜食材 我们先做鸭吧 把这个鸭齐骨 把那个肉切了 就剁成鸭丸子 就我今天在里边吃的那个丸子是鸭肉做的 对对对 用刀尖沿着鸭子的骨肉连接处划过 把整片鸭肉踢下 给大家看一下 离个两刀把所有的肉踢下来了 剩下的这个你看鸭腔骨都没有断开 皮的话去不需要去 不用皮也可以直接切下去打丸子 就皮肉一起打丸子 对对对 不过用带皮的鸭肉做成肉丸可绝非易事 鸭皮油性大 必须反复剁20分钟 直到彻底看不出脂肪力 鸭肉泥才算合格 好我们鸭肉泥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可以开始捏丸子了 现在就要加油广东三宝 其中第二宝 第二宝 十年的新会陈皮 你闻一下很香 陈皮跟鸭肉是非常绝配的 十年的陈皮 香味已经由刺激芳香 演变成浓郁陈香 还有开胃解腻消鸡食的作用 是广东人搭配肉食的灵魂调料 也是黎大哥口中的广东三宝中的第二宝 再加入剁碎的马蹄增加清脆的口感 食盐调味 胡椒粉去腥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肉泥 让鸭肉中的胶质充分释放 产生粘性 最后加入一勺生粉 反复摔打 让鸭肉彻底上进 就这样 就是这样 对 我们要多叠几下 让它表面光滑 来 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冬瓜茶 在冬瓜横截面的三分之一处下刀 将瓜肉取出 冬瓜船的船舱出去雏形 冬瓜的清香味现在很浓郁 好 取出来了这一块 咱们这小船已经有点形状了 继续给它掏空 完善 是不是 来 小窝 我用雕刻的时间 你就帮我摇冬瓜球好不好 就是像咬冰淇淋一样的是吧 对 好 腰客时间结束了 来 展示一下我们的成品 瞬间精致了不少 冬瓜船能行驶之前 还得装上这一辆汤 黎大哥说 冬瓜船的鲜美 全靠这锅杂鱼汤衬底 用猪油煎鱼 不但能提鲜 还能增加鱼肉的细腻程度 嗯 饭面已经煎香了 闻到香味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下广东三千宝 最后一个宝 老姜 第三宝是姜 对 对 对 老姜 三水本地产的老姜 是坐冬瓜船最关键的广东第三宝 老姜味心兴热 可以驱寒暖胃 在气候潮湿的三水地区 大受时刻喜爱 将锅中的鱼肉炒碎 便于鲜味物质释放 黎大哥赶紧往锅中添水 哇 现在的鱼汤已经变成奶白色了 嗯 好香啊 黎大哥说 钓鱼汤最关键的一步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加一点五指茅桃 哦 好 对 对 对 这个去腥 蒸香 五指茅桃的根 在高温的催化作用下 散发出牛奶香味 是钓鱼汤的点睛之笔 让人恨不得干三碗 鸭骨跟排骨 放到最底下 第二层就放贝壳 接着我们是放一点黄豆 还有放一些云南的野菌蒸香 再放一些北极盘 将十几种新鲜的食材放入冬瓜船 还要加入椰肉和提前挖好的冬瓜球 去腥解腻 最后马上鸭肉丸 浇上刚钓好的鱼汤 整个冬瓜船放入蒸香蒸两小时 让各类食材的滋味慢慢融合 不知道这艘满在海陆空鲜味的冬瓜船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味觉体验呢 哇 这颜色看起来更诱人了 更鲜了 哇 迫不及待了 还有这个鸭肉丸特有点香滑 入口即化 非常甘甜 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这儿 加一些自己的创意想法 就是做出属于自己的冬瓜船 一艘冬瓜船里满载的都是当地出产的食材 鸭肉丸紧致弹牙 排骨肉软糯清香 再加上鲜香四溢的河中鲜 使向三水人香愁的味蕾 不断总结 推陈初心 林大厨还会用他几十年的厨艺经验 让家乡的风味大放异彩 想象力丰富的黎大哥 会继续在传统粤菜的基础上 研发出更多受食客们欢迎的创意菜 何大哥还在不断研发菜品 他希望用手中的各色食材 汇聚成三水人味蕾上的新宠 天然的物产优势 让三水人的餐桌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但在美食的背后 是一个个三水人守护心火 默默付出 才让三水的味道更加有滋有味